只靠看外国影迹 你就可以自学三种语言 或者是明明没有学过美术 却可以画得比谁都出色 这些都跟我们新盘中的木星有关 在木星所在的地方 我们勇气非凡 以及会涌起追寻无止境的能量 所以在某个领域 就会因为木星的进驻 而特别的没有边际 可以尽情的追寻 所以木星所在的公位 也代表贵人很多的领域 这个木星呢 就会赋予你们死而复生的能力 在你们身上一定都有可能发生过 对别人来说是致命的打击 但对你来说 你却能够轻松地翻身 甚至还会比过去更好 往好的方向讲 你有不畏困难的勇气 那当然前提是 你一定有一个困难在那边 不过困难通常会使你 浴火凤凰越来越好 而且不遇到困难你反而平凡了 遇到困难的事 突破它你才能够升级 那通常木星巴工也意味着 你在投资方面相当的幸运 亦或是你的另外一半 非常为理财 所以死生没有合作对象 没有另一半 将会是你巨大的损失 因为你的贵人就在这里 首先呢 它当然会放大了你的感受性 跟解决能力 所以你的感觉是很强的 你甚至有一点 灵媒体质哦 那再来就是 你不一定要当灵媒 但是你有了灵媒体质 这该怎么用呢 也许你会把它 画小爱为大爱 比如说就 开始为别人而活 或者是很愿意 牺牲奉献 通常你的牺牲奉献 都会带给别人 非常好的感觉感受 以及你的牺牲奉献 会有代价 你不会被埋没 反而大家会非常的感恩 觉得有你存在真好 那通常木星在 双鱼跟十二宫的人 也承载了周遭很多人的要求 你们常常会化身为别人所期待的模样 所以太桀骜不驯的人 如果再搭配上这个木星十二宫 有时候难免会遭遇到一些挫折 但是如果你顺服命运 通常能够表现相当出色 我个人认为这是一个 自带聚光灯的一个位置 木星一宫会使得你走到哪里 都是众所瞩目的焦点 你是一个不可忽略的存在 此生 不管你是明星或者是凡人 走到哪里 每个人都会必须看你脸色 接着讲穿了呢 木星一宫的人是比较有自信 或者是不允许别人改变自己 我想怎么样 谁都挡不住 那既然如此 那你就好好做自己咯 通常木星一宫是很有执行能力的 此生他一定要留一些痕迹在这个世界上 所以他就有可能去冒任何 他想冒的险 如果是一个木星在一宫的金牛座 他不想冒险 那你也放心 他一辈子都不想冒险 因为那就是他要的大冒险 所以木星一宫的冒险 可以用这种方式来解读 你们是抢劲高手 首先因为你们一定有相当好的口才 或者是学习能力很强 讲穿的就是你有可能是学霸哦 很会考试博学多文 任何讯息你很容易就掌握了 所以你永远能走在流行的尖端 或者是你的话题 永远能够引起周遭人的兴趣 那自然而然 你周遭就会聚集了非常多人 所以木星三宫的人 你的天赋 你的幸运就在于 口才表达跟当老师 有没有很多人 你就真的当老师了呢 或者是你会变成意见领袖 旁边的人发生什么事 都想问问你 问了你才安心 因为他们都觉得 你见闻广博 意见很值得重视 而且有没有人说 你聊天能力很强呢 你很容易就可以跟别人打成一片 因为什么话题你都能接 你所到之处 到处都是你的舞台 那木星狮子或木星武功 通常也会多才多艺 没有三把刷子 怎么能够上台吸睛呢 那此外通常跟子女关系 还蛮不错的哟 以及说到恋爱运 有了木星 爱情很可能跟海外有关 发生在国外 或认识外国人 或者是越让你追不到 越喜欢越有感觉 更重要的是呢 爱情也能激发你的表现力 让你能够更有表现 更吸睛 刺激性十足 所以如果你觉得人生遇到瓶颈 谈个恋爱吧 这是木星的原味 木星的原味当然就会更加强它的能量 意思就是 不受控 所以以木星在射手和木星在九宫 不受控能够带来什么呢 当然第一个就带来无边无际的想象力 第二它一定是生活当中的冒险王 第三个不按牌理出牌啦 或者是做任何事情都非常有信心 最通常他们很能够成为激励导师 能够带给大家勇气 带给大家梦想的人 那通常这样的人 应该也蛮喜欢环游世界 到处爬爬走 总而言之不太适合 坐在办公室里面的行程 因为你的机会在外面啊 你的机会就来自于 你什么都不怕的勇气啊 所以当你把勇气表现出来 通常你的运气就来了哟 此外呢 我们说木星是我们的Lucky 是我们的贵人 你的贵人也在远方 当你展现出某一种高度 或者思想的深邃度的时候 这也是别人非常乐意撑道 会追随你的地方哦 木星在这里也是一个妙望的位置哦 代表你是一个有福气的孩子 你可能出生在一个非常疼爱你的家庭 你不是老大就是老妖 其次呢 你应该是一个非常有口福的人哦 那有口福 这是不是意味着你从小家境 应该还不错咯 或者是父母亲总是把最好的留给你 那亦或是 你的胃口非常好 就像我一样 要小心发胖哦 因为木星会扩大了我们的胃容量 会加强了我们的吸收能力 所以我们通常也有强壮的身体哦 或者是我们的安全感议题 是我们一生重要的追求 所以我们很努力的 让自己很有安全感 比如说房地产运还不错 我们也很能够照顾别人 给人安全感 这样的人 人人怎么会差呢 这是一个有点尴尬的位置哦 首先木星当然会带来Lucky 你应该会有很好的另一半 比如说人人都艳羡的 娶到银行家的女儿 娶到大明星 娶到了一个好厉害的人等等哦 那有什么不好呢 不幸的地方 当然就是他这么好 你是不是要配合他呢 我们都只会看到表面的好 我们都会看到 你交到不错的对象 或者是怎么都能够 跟很好的单位签约 殊不知你也做出了 很多的妥协哦 当然木星在此 他也意味着 你很可能夫妻宫 有膨胀的趋势 比如说也许你的真爱 是在第二段哦 或者是一段婚姻里面 有很多对象挺拥挤 所以木星妻宫 如果一旦不当膨胀 就会带来一些麻烦 这是一个非常有观众员 群众运的一个位置哦 所以从小你就是跟很多三教九流打成一片 比如说从小就是社团里面的明星 或热衷于社团活动 长大以后 你很可能就会是YouTuber 或者是粉丝数众多的名人明星 也很适合从政哦 因为你总是能够占据话题的中心 跟话题的版面 所以不知不觉 你一定很容易成为众所瞩目的焦点 跟明星几乎没有两样哦 你这种自来熟的个性就会带给你很好的运气咯 你一定要做跟人有关的工作 自然而然你就很容易交到各个领域里面最优秀的人 挤身上流不是问题 这个位置呢 我们就可以知道它来放大的就是你的财库 木星二宫的人呢 非常知道如何发挥自己的天赋跟能力来赚钱 或者是他有侦测雷达 知道哪里钱多 或者是怎么样做才能加薪 他就往哪里去 但是重点是因为他非常的努力 而且他非常的知道别人要什么 或自己能贡献什么 所以当你把精力跟时间都用在最对的地方 你自然而然就能累积财富咯 但是木星二宫有没有坏处呢 有 这些人一定非常的敢花钱 所以也许他小时候就是非常的敢投资 或非常的敢买东西 敢于投资自己 或敢于去追求梦想 这也是他们为什么会快速累积财富的原因 所以我们在羡慕他们之余 是不是也要自问自己 你敢吗 这一组之所以能够挤身上流 原因是因为他们能够吸引上流 因为他们一有可能是乖乖牌 二有可能是非常的有长辈缘 可能是长辈眼中的乖乖牌 好小孩 或者木星石工和木星摩羯 也非常知道这个社会需要什么 这个社会如果需要他严肃 他就严肃 需要他搞笑 他就搞笑 需要学历 他也有学历 所以木星摩羯 木星石工的人 是走稳步向上的路线 不太出差错 木星摩羯跟木星石工 还有一个lucky 就是你们的头衔跟民生地位 通常你们会有一个很特别的形象 靠着形象往上爬 所以一个不小心 如果你是明星 你是可以当代言人的哦 而且通常 你会相当的有说服力 你也通常能够吸引到很不错的品牌 或者是形象来帮你加分 这一组人挤身上流的方式就是靠着努力往上爬 是的 你是一个工作狂 你热爱你的工作 通常职场就是你耻诚的沙场 你对你的工作永远不满意 那自然 别人是不是就看你很顺眼呢 把一件事情交代给你之后 完全不用操心 你就自己责任制了呢 这样的人在职场上 自然很容易往上爬 因为所有的老板都喜欢你这样的员工 木星流工或木星处女座 通常你也会得人之助 比如说你有很好的员工 你通常也会有很好的团队 那当然很好员工跟团队的前提是 你愿意信任他们 而他们也会把自己奉献给你 所以你的职场通常是越做越扩大 可是我觉得木星路路的工位我没有天分啊 木星是Lucky的所在 所以每个人都以为自己会很有感觉 你错了 每个人最有感觉是自己最困难的那一块 最不幸的那一块 最不顺利的那一块 所以通常我们会对自己心盘中的土星跟火星很有感觉 就觉得挺灾难的 或者是挺受限的 可是相对我们对木星却不懂得感恩 比如说一个很有口福的人 他可能会觉得那有什么 每个人都在吃饭啊 很会赚钱的人会觉得 钱赚了就有啊 所以通常木星可能会带给大家 一 无感 二 不懂珍惜 甚至有点浪费 所以你要知道木星武功 你以为他恋爱运很强吗 错 他有可能就算有恋爱机会在他面前 他也不知珍惜 或者他会觉得我不想恋爱 因为他可能更爱自由 所以你知道木星七宫我们都说 他可能会吸引到很大咖的人跟他合作 我告诉你 你可能问他 他已经拒绝到另外九个大咖了 因为他不缺大咖啊 他不缺机会 所以一个不缺机会 不缺钱的人就会很浪费钱 不缺机会的人就会浪费机会 就是这种感觉 所以木星是一个要小心控制的能量 他一个不小心会变得很自大 木星放大的机会必须你要有感恩的心 懂得珍惜 或知道这是礼物 而不要以为他理所当然摆在那里 是礼物就要拆开来使用它 然后把它用到好 那你才会很棒 比如说你有一组化妆品 它可以让你的形象变得很好 然后你也不打开它 你也不化妆 你形象怎么会好 差不多是这个意思 所以这个礼物是必须要拆开来用的 所以当我告诉大家 就是木星是带来运气跟天赋 你不要问我为什么我没有运气 为什么我没有天赋 赶快把你的礼物打开来用 才是最正确的 我就是一个牧逆人 我就是我自己说的这些症状里面的一个 我的衣柜里什么style都有 传统的经典的嘻哈的运动风的 我什么都有 我不是他 我风格超混搭的 你从小就备受期待吗 有很多补不完的席吗 父母心中永远有你未来的样子 而是不是这样的期待或高要求 默默地又在日后成为你的压力呢 或者即使有好事发生 你也不太敢乐观 因为你总觉得太过乐观之后 伴随的就是不幸 如果你有上述的症状 那你很可能是一个木星逆行人 相信有不少同学 应该已经上网查过自己的心盘了 如果你的木星的旁边出现了这个R的符号 Retrograde 那就代表你出生的时候 是在木星逆行时出生的 那么你就有木逆人的特征 木星在占星学里面 它代表勇气幸运扩张 所以所到之处 那个地方充满了机会 充满了贵人 这是木星在每个工位的正常表现 那么木星逆行又会如何呢 有很多人会说 是不是木星逆行 运气就会打折扣呢 木星逆行只是让你运气的表现模式 跟别人不一样而已 所以木星逆行人有三种特质 你不相信运气 你认为天下没有不劳而获的事情 从小考试同学可能怎么蒙怎么猜 都有对几题的机会 而你就偏偏是猜不中的那一个 或者特意去买了彩券 也从来没中过 所以久而久之 木星逆行的人就会放弃这一种尝试 坏处是运气没那么好 但好处是 你比别人更认真 你比别人更拼命 有时候反而会闯出一片颠 很多木星逆行的人表面很乐观 但骨子里其实蛮悲观的 木星一定会让我们对每一件事情 看得很简单 看得很轻松 但是木星逆行的人 你的生命当中 只要你看得很简单 看得很轻松的事 生命就会给你一记闷棍 这个闷棍马上就敲醒你了 让你碰得很有感觉 比如说当你对人不设防 它马上让你遇到朋友的背叛 或者是小人的攻击 你马上知道对人是不能太天真的 所以不要怨叹生命给你很强大的压力 相反的 它会提早让你知道社会的冷暖 我相信啦 这也是鞭策你不能松懈的原因 因为你只相信实力 只有实力能保护你 运气可不一定 那也因为有深深的不安全感的原因 有非常多木星逆行的人 对占星啦 真理啦 人类图啦 那种生命的探索都非常的感兴趣 也会投入其中 通常也会有很好的收获 因为木星逆行的人 蛮喜欢分享的哟 所以如果他得到了一个好东西 他会迫不及待地分享给大家 我就听说过有一位木星逆行的朋友 他看了一本书觉得很棒 接下来他就不断地买第二本第三本 因为他不断地想到 这个人也可以送 那个人也可以送 或者是有一些木星逆行的人 不太确定自己喜欢的是什么 所以他就会买很多来试试看 只有摸到看到 他才能确定他喜欢什么 这中间已经花了非常多的冤枉钱 很多人担心 听起来星盘是木星逆行的人 是不是一生限制很多呢 我只能这么说 有你自己对自己的限制 也有运气上的一些限制 的确没错 但是只要他发挥得好 木星逆行的人 是属于大器晚成的类型 就因为你有很多的关要突破 就因为你没有滥用你的幸运 所以通常你也会是 好好地运用这些幸运 去造福更多的人 或者是给出更多的能量 达到真正帮助他人的目的 听完了我们讲 木星逆行人的一些特征 大家一定很好奇 木星逆行是一个什么样的现象呢 木星每一年都会逆行 周期大概四个月 通常木星顺行的时候 它会让事件引发 而逆行的时候呢 就是前面那个阶段的事件 它所产生的一个后续效应 以至于你有机会去反省它 你有机会去发现 哎哟这件事情看起来 好像很幸运 但其实不是 产生了这些后续效应之后 等到它再一次顺行 你就会抱着更清晰的目标 或者是更笃定的心态 去往下一个阶段走 所以你就会发现 木星顺行的时候 都是我们很有自信的阶段 而木星逆行的时候 就是我们不断在思考 或者是遇到障碍的时候 所以木星逆行的时候 出生的小孩 你就先天带有 比较多的省思 比较多的反省 比较多的担忧 但是那也会让你比较谨慎 不会误用 木星的逆行 有时候会带来一些障碍 但是同时 这也是你们成长的养料 不管是顺行还是逆行 掌握好自己的特质 我相信你们的人生 就能够越走越顺 请加油哦 嗨 大家好 我是唐启阳 从这个月开始 我就会在Vogue频道 跟大家见面了 我会在这里呢 分享很多新作的小尝试 或占星的小知识 我们Vogue见